大家好,我是牛妈 夏天已经不远了,又得开始减肥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适合减脂的全麦豆腐包 现在准备面团 500克黑全麦粉 250克中筋面粉 5克酵母 3克小苏打 加420毫升温水 混合成团 因为全麦粉比较多 这个面团几乎是没有筋性的 面团混合均匀之后 盖上保鲜膜,发酵至两倍大 接着准备馅料 今天用到的是两块豆腐 先上锅蒸10-15分钟 去除豆腥味,然后切成小块 也可以直接切成小块焯水 去除豆腥味,效果是一样的 在锅里倒少量的油 加葱姜蒜炒香 再下肉末炒干水分 炒香之后加胡椒粉 皮线豆瓣酱炒出红油 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倒豆腐一起加一丢丢糖提鲜 葱花调料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添加 也可以加一点点味精啥的 发酵好的面团是很蓬松的 但是看得出来是完全没有筋性的 因为全麦粉含量比较多 加少量的面粉只是为了吃的时候 口感没有那么粗糙 揉搓排气之后搓成长条 然后分成大小相等的面剂子 每个面剂大概50到60克 然后压扁擀成中间厚 边缘薄的面皮 再包入馅料 全麦包子包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它面皮完全没有筋性 随意拉扯一下 它就会破皮 所以也不用太在意它的外表好不好看 能完全收口就不错了 壁纸可以刷一点油防粘 包好的包子要二次醒发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上汽后蒸15分钟 再焖3分钟开盖 看一下还是很蓬松的 按压会立马回弹 全麦包子虽然口感没有那么细腻 但是麦香味会更浓 也非常容易饱腹 这个馅料就更加是绝绝止了